你還想去到武雷宮那麼遠 讓我找不到你們嗎? 三千萬 你現在用錢來貸我? 你以為這樣我會相信你嗎? 用錢可以賣回我兒子的命嗎? 錢是賣不回Mike的命 但絕對救我和晴晴兩個生活無憂 我也想拿著筆整和晴晴… 你說出你心裡的說話了 你這麼有機心 這次你又不知道想什麼辦法來騙我 我真的不會中計 婆婆, 騙你的是鳳姨 晴晴說你比最好的皮頭鴉 一定會很不開心、很心痛 我很明白被最親的人傷害是怎樣 還有你現在又有病 你胡說話, 我沒有病 你不用瞞我了 你的手不斷震, 湯都寫出來了 好, 晴晴說你晚上不能睡覺 又瘦了很多 我是護士 你這種症狀很大機會是甲礦 媽媽, 我不想你有事 你快去看醫生吧 乖, 晴晴乖 我知道你不想讓人知道你有病 所以一直裝沒事裝堅強 我都明白有多辛苦 是, 如果我離開這個家 我可以跟晴晴過新的生活 但這樣永遠無法發解 我和你之間的矛盾 我知道我就算給你三千萬 你也不會相信我 但我很希望這是一個開始 我們過一些正常的生活 整天你算我, 我算你 你不覺得很累嗎? 既然女兒現在上學不開心 所以我想我們一起陪她 去美國遊學散心 我打算弄好事情才跟你說 我很希望我們三個人 一起踏出這一步 我對你不差 又在晴晴面前中傷你 為什麼你還要對我這麼好? 連三千萬也不要? 唯有這個家, 什麼都值得 我相信Mike也是這麼想 所以無論如何 我都會維護這個家 媽媽, 我以後會乖的了 我會像爸爸一樣疼你 你聽媽媽說 晴晴乖… 我相信我們可以一起建立一個家 三個人 一條心 我還以為你和晴晴去外國住 原來你是和你婆婆一起去遊學 其實我有這個決定 有一半是因為你 我? 我? 無論遇到幾乎都好 要堅持, 不要放棄 你一定找到你的一棟門 原來那裡隱蔽了門 你要放膽打開它 你才會見到希望 那就好了 那另一半是什麼? 因為Sophie 我真的沒有任何出路 所以我買一張機票就要走了 但當時兒子這麼小 你豈不是很捨不得他? 當時我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很痛苦 我一定要重新過我的新生活 Sophie選擇了飛去第二處 展開自己的新生活 我都一樣 但我希望我新生活中 有婆婆和晴晴 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因為你選擇沒有放棄家人 但你和他不同 他選擇放棄自己的兒子 放棄了這段關係 是 那可能他有一個很大的苦衷 其實要一個媽媽 離開我這麼小的兒子 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而且他一定很想念自己的兒子 有什麼重要過親情? 是他棄養在先 現在想念有什麼用? 既然你不相信Sophie有苦衷 為什麼你不自己當面問問他? 我為什麼有問他? 其實上次我在你家裡 拿下衣服的時候 伯父已經猜到你見回你媽媽 是,他離開你可能是他不對 但可能他有原因的 你沒想過這麼多年後 你們都能碰到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問清楚一件事 上次你叫我走出第一步 我聽你說我做了 那你呢? 你也可以走出多一步 問清楚他 是嗎? Sophie,不好意思,讓你這麼急 不要緊,我也有空 你應該見的人就是他 你是Sophie? 你不要怪我當時 我只是不忍心看到你們明明遇到 為什麼也不相認呢? 是 既然讓我見回來 我在路人縣,一眼就認到你 是你不得了我 這幾年過得如何? 覺得好不好也是這樣過的 不過爸爸就沒有你覺得那麼好 我想我們應該有段時間 你不如叫你一聲 為什麼當年你要這樣做? 我聽著爸爸在電話裡求你回來 你不敢反應 爸爸答應你,你回來吧 他做完這件事就會跟我們 一起去過的新一生命 你也不答應 你為什麼? 我知道他打劫是不對的 但是他也為了我們 為什麼你會這麼忍心? 就這樣走了?爸爸死了 我在高爺院你也可以認理 為什麼? Sophie,你是不是有什麼苦衷 你慢慢說出來 誰可以這麼自私 你騙到Luna,你騙不到我 爸爸怕他自己出事 他會找個朋友照顧我 你呢?你做過什麼? 你有沒有做過老婆 做過媽媽的責任? 你知不知道爸爸 是為了救了大婦才會死 不是,我在高爺院等 我就是等你來簽託 到我等到你的時候 你來簽棄養書 你為什麼這樣還要出事? 為什麼? 你沒話說了吧 別這樣了,坐下大家慢慢聊 他這樣也不錯 我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媽媽 不過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到今天為止我都沒有後悔過 Sophie,我知道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我感謝你讓我認回兒子 不好意思,我有事,我先走了 Sophie Sophie 你不用這樣吧? 為什麼不大家好好坐下聊聊? 幹嘛好聊?你聽到她說什麼?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知道你很想幫我 但不是每個媽媽都像你那麼有責任 這麼疼愛自己家人 這麼疼愛自己的兒女 拜託你不要再好心做壞事,好嗎? 我教授,你只是和我小人一起去 為什麼要這麼大的行李? 我和婆婆一起去 Mita,送我幫太太 好,你和婆婆一起去? 好 好 你和婆婆一起去?行嗎? 不知道,見步行步 想不到連老頑古都被你軟化了 好,如果你們的矛盾可以解開 以後真的什麼都順風順水 對,你之前說找到一個投資老闆 題材談得怎麼樣? 還在撈招,未有方向 姐姐,我在這邊搞定了 總之你不想做就不好做,知道嗎? 小虎,媽媽的行李很重 我過來 給我 謝謝你,謝謝你 客氣,很乖的 Mita,好好看著這間屋 我知道了 放心吧,阿楓有空幫你照顧著 行,不過要走了 這個時間去機場很失色 好,走了 是呀… 走… 走吧… 總之你們幾個記住 賊王轉是賺眼的 多少錢丟掉都沒問題 天哥說得對 祝我們的電影大賣,乾杯 劇本聲音怎麼樣? 雖然主角的事可以問你 但是其他人不做研究的話 劇本就沒什麼質感 我在社交平台開了專頁 讓人們去報料 順便收下支持者 等你出門的時候就會多點聲音 都不知道你說什麼,隨便吧 總之劇本都交給你了 飛車、爆炸、槍戰 還有劫獄、強姦 一定要有這些畫面 天哥,你試過劫獄和… 創作的事隨便說而已 最重要是套戲很好看 還有,拿上去就更好 到時候,大把水射掉我們 天哥,我那兩天做過預算給你看 是 有什麼想問嗎? 我覺得你之前跟葉兆天支持得禁行 我以為他就算做了老闆 你也不會幫他拍賊王障 沒辦法,之前練車練輸了 那就是看到復書 不是,我是說認真的 他買了Billy的公司是事實 他是債主,我們要是拍戲 要是倒閉 風雨火是大家的心血 我不想就這麼收場 你也不想吧,是嗎? 是而已 但是如果真的這麼勉強 不如不要做吧 現在做些不想做的事 之後才會得到想要的事 總之呢,別想太多了 最重要是這個人的夢想 我看你付出了很多 我不想你白費你的心血 還有我們說過的,共同進退 對,你這麼為我 如果我說要放棄的話 豈不是很壞女嗎? 放心吧,研究我會跟得妥妥當 不會有脫漏的,加油 加油 既然很壞女兒 驚天金行劫案 匪徒身世揭秘 原來都三十十年… 很勤力,開眼煞褲子 葉紹天的女兒叫葉敏敏 還有一個賊叫莊鎮南 最後死了 她留下了兒子 之後就送到孤兒院 她… 莊子喬? 好,不好意思 哥哥是個賊的兒子? 爸爸收到他的時候知道嗎? 不好意思,那…葉紹天… 不是,你姐姐是葉紹天的女兒 那就是他們兩個… 其實他們在警署的時候 已經認識對方 我也是先派才知的 但沒機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 如果爸爸知道哥哥是大賊的兒子 為什麼還要這麼偏心他? 那就是有事瞞著我呢? 就是我是外人嗎? 我也是大賊的兒子 我也不想讓人知道 我和葉紹天有什麼關係 說不定Ray哥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沒說過 不是… 那會不會是爸爸不知道? 如果爸爸那麼老實 他不知道的話 哥哥可能是騙他利用他 三十年了 要利用早就利用了 而且Ray哥這麼幫我姐姐 他不是壞人 況且你覺得我不是一個好人 如果你能接受我 是不是也應該能接受他? 這些可能是上天的安排 無論是你認識我 或是他做了你哥哥 也是緣分 讓我消化一下 你…你快點過來… 還有一宗你猜不到的 你看,劫案裡面還有一個死者 是大途婆 她也有一個遺孤 是個弟弟 她的名字叫楊欣曉 你記得嗎? 她一直都負責葉紹天之前的案子 什麼樣子 三個佬,開眼睛你了 劍哥,我先去洗手間了 我又去 你這女人是要一起去的 去… 你眼睜睜地看著人打臀部 難怪你什麼都不玩 就玩吧,原來你這麼快就想… 你這個傻子 你們兩個 我兒子有沒有這麼英俊? 英俊,但是他這麼乖 又不喝酒又不吃煙 英俊,誰對你這麼頑皮? 很頑皮嗎? 他是不是處男? 他是不是處男? 我不知道 不過我今天還是 你叫我上來是說談劇本的 原來是來叫我陪你玩 你不下來感受一下 你會寫得出這種劇本嗎? 是不是? 快點 快點 什麼事?長官 不錯,你先跟他們下去 是,長官 這麼巧,正在開啤酒嗎? 長官,出來撈外快做私家雞嗎? 沒有,在旁邊抓了我賊家 就想誰過來看你們有沒有開餐 就是要把你們拉起來 沒有吧?沒有就出去吧 不是,怎麼可以亂來的 兒子,你說得很對 有好人不做 黏在這種臭老闆上 要不需要幫你開啤酒嗎? 我走得正站得正,怕你有牙 說得很清高,很男人 不過我告訴你 黏在這種人上,遲早糟糕 你最好省省省省省,不要給我看 要不然我一定把你帶回去 坐十棵白窿 那就只剩成副業了 真甜蜜,好死為止 我們這個臭老闆在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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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我承認了,很大可能他前世做過那些對我不住的事 今世就在那一刻被我射下 神經病,無緣無故被你射下 都算無辜了 這個世界有什麼所謂無辜的? 沒得吃就是搶的 藥肉強食,搶得到,我就商量了 所以最適合寫就是我這項梟雄 這麼沒有人性的觀眾不喜歡看 你錯了 觀眾最喜歡看就是這種真實的事件 好笑 那個民族不可以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一定會死 你看黃金金那樣,一定沒有淋水 我說幫你救他 你又帶他去醫院,不是每次救得來的 那一棵東西,林林也會死 我種空氣草都可以種死 他都命不救醫了 還有,其實那一棵東西是純手留下的 我還沒扔的 不淋水一定會死 淋水也還有一線生機 你學堂有沒有教你見死不救? 行…我淋… 他很煩 對了,我上一次在樂園裡抓犯的時候 碰到葉兆天和我兒子 原來葉兆天打給我兒子 開電影還要開賊王傳 還有呢? 他們為了我搜集資料 還開了一個頁頁 多厚眼無恥 其實他的樣子真的不像 為了錢會這樣黏在他臭老爸身上 你以為張森葉知道嗎? 應該不知道 之前和他喝東西都沒聽過 喂? 什麼? 爸爸 爸爸 怎麼會這樣?發生什麼事?暈倒了 不是 他剛剛吃藥,現在睡著了 淋水好一點 但剛才他真的失控了 他倒閉這裡的東西 我不是叫了幾個同事去按住他安撫他嗎? 是 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才可以為他吃藥 那個男人是多少歲的? 之前有沒有來過? 我沒見過他 大概六十多歲左右 他說他是強白的舊朋友 舊朋友? 那他什麼特徵? 他戴著太陽眼鏡和白髮 白髮? 不用想了,一定是葉少天 誰來過? 代產前淚景英勇救人 慘租賊光,一絲兩命 他一定是用這件事激到我伯伯 他走了多久? 大概十分鐘左右 你去哪裡? 這傢伙把我爸爸交給我老爸 我們要把他托回去告他恐嚇 我們猜不就,也未必是他 看見我? 你相信怎樣? 冷靜點 你也算厲害 弄好人家老婆 現在連Madam你也想扔掉 Madam,你真猜嗎? 別說廢話了 你和我老爸說了什麼? 有什麼話說 畢竟他都是受害者的家屬 那不少不少因為我 我來探望你爸爸不是犯法吧 你這麼生氣幹什麼? 他也不是人 老人家都搞 還在人家口裡灑鹽 然後後來幾年 那些姑娘告訴我 他爸爸有認知障礙 見到我,你爸爸會很激動 其實我是幫了他的 你是不是應該謝謝我呢? 我告訴你 如果他有什麼事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我不放過你就真的嗎? 如果你再兇我兒子 我就不停地探望你爸爸 我想你爸爸受不起 探望你爸爸下去 探望你媽媽 還有你也不知道是弟弟還是妹妹 到時候你就全家拉差,剩下你 你這個混蛋 你不要…你瘋了嗎? 踢我吧 我不死不爭氣 但你不同,你虧了很多 你還年輕就死了 別再抵擋我兒子 放死 不要 收拾牌子上去 不要 收拾牌子上去 不要 你放開我 我隨便一個理由探望他 救死他 我知道你很生氣 很想撞倒他,我也很想撞倒他 但你是警察 你為了私人醫院拍下他 你會想過後果嗎? 他明明是擊你 你是不是還沒計算? 放下 放下 你們公司選的模特兒也挺高質的 喝一杯… 看他們多開心 有,又有女男 又可以把錢洗得白白白 那我們多賺一點也應該吧? 你看他們的樣子 想成這樣 是差點未留鼻血筋 肯定沒走雞 對了 你兒子的事搞得怎麼樣? 我們要做事 放心吧,正在搭雞棚 這幾隻雞不太懂事,很容易搞 你兒子的事 快說就到了 Ethan 輝哥 這個是我的兒子,Ethan 那兩個是他的伙伴 Ben、Hailey 一起叫佛哥 佛哥… Ethan 果然一表人才 陳總和何總打個招呼 他們也要花錢拿這部戲 這個Ethan 就是這部戲的導演 陳總,何總… 好,至於你們賺一大錢 一定,你放一把心給我 好 可惜各位老闆,鮮音為敬 為何一個人那麼悶,站在這裡 我本來打算去廁所 但廁所太多人 就出來呼吸一下吧 我二樓那裡有一間套房 有廁所的 沒有人排隊,你可以慢慢用 待會我拿好東西一起試試 謝謝 娘 天哥叫我上來等他 天哥剛才叫你上來等他 我也可以跟你聊天 你好像叫波波 波波,你這麼漂亮,身材又這麼好 有沒有想過要拍戲? 我可以跟天安排女兒預約給你 真的嗎?我其實想拍戲很久了 不要,老公,你不要這麼心急 我…你…是老公,我… 幫我送兩位大老闆下去 來,看著他們,玩得開心一點 阿彌陀佛… 好,答應再答應 放心吧 伊隆 我介紹一個新人給你認識 樣子漂亮,身材好 波波,轉個圈給導演看看 阿彌陀佛 要求找他做賊王的老婆 怎麼看?做你老婆 我剛才試過他的戲 行 這麼辛苦,你連他的戲也試過 那當然可以 那也要尊重導演的意思嘛 怎麼看? 他挺有機率的 謝謝導演 不過我第一次當你的主角 沒什麼經驗,多多指教 我看你老公 用心拍好這部戲 別讓他做影后 禮手拍到三級片 有情慾 有動作 有文藝那種 你決定吧,佩哥 來… 乾杯… 有沒有喝?開心… 來 金融雞捉粉 貼分怎麼會用 看紙雞儞食 好辛苦 不能喝這麼多 剛才我多怕你流廢 幸好如果你開車 給我一會兒 波波瘦 謝謝 怎麼樣?喝得好一點嗎 Edan,我想問你真的打算找波波做女主角嗎 對 但是你媽媽明明是賢妻娘母 是一位女主角,找了這麼巧的女主角 你看她們的波,你看看就是假 觀眾一秒出氣的 有什麼所謂,只是假化妝而已 而且有你幫忙,這些假大胸都變身女神 你瘋了嗎?氣質這些東西插不出來 坦白說,我知道你是為公司好 但是你不用把所有原則都放下跪下 這套是冷人氣嘛 說就說是女主角而已,她有多少場戲 是呀,但是之前Billy叫你拍三級片 你一口說不,這次Fer哥說 幫波波拍三級片,你一口說對 我真的不明白 你今晚那個態度,我…我真的… 我真的習慣不了 那對著這些老闆,他用我做什麼就要做 不然怎麼哄他給錢 那就是你是真心的? 你先去廁所 解酒院?那為何會這麼醉 一個人打球這麼悶?又一場球來? 好啊 好啊 雷哥 謝謝你 你也挺好球的 你只是想贊自己打得厲害 你只是想贏自己打球而已 我很久沒打球了 不過我相信喜歡做運動的人 心裡是有股靜氣 不會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 我不是很明白你說什麼 我知道你在幫你爸爸做事 但是我相信你不是一個貪錢的人 是不是有什麼其他原因 或者我能不能幫你? 葉兆天替我搞定了Billy的錢 那我不介意繼續去的錢 你知道你爸爸背後會是什麼人 那些錢是怎麼得來的嗎 我跟他只是敢前利的關係 開一套電影,救了一間公司便會完 而且這樣對你妹妹也好 可以繼承工作 如果這個世界 好像你想得這麼簡單 那當然好了 你放心吧,Ray哥 我和Hailey不是那麼容易被人影響 只是事件而已 而且不要跟姐姐說 我怕她亂想 剛才十幾個電影機,人都瘋了 阿楓,真麻煩你來接機 小事了 但是這麼快回來的? 要說幫成星交流吧? 是,其實找到幾間合心水 不過就打算等晴晴中學生過去吧 其中婆婆回來香港 看跟著醫生比較好 還有媽媽說吃不習慣,不開心 我之前說的 其實哪裡吃,哪裡住就一樣 對了,舅寶仔,我買了東西給你 哥哥,這麼多朱古力? 是啊 那邊是無糖朱古力,還買好老人丸 這份是你的 謝謝晴晴,都是你最值得的 對不起,如果我不是聰明 我就不用麻煩你和我一起派朱古力 做義工怎麼會麻煩 我看見老人家開心 我自己也開心買一份 幸好你最近有空 你一下機就去派老人家 你果然是有心 好嗎? 我免得那些朱古力放這麼久 打算早點送給老人家 讓他們開心一下 乖女人 這裡大風,你別擔心 閃姑娘,我自己來了 怎麼了? 我忘記了拿出來 行了…別起來了 我給你拿出去 謝謝 話說回來,我遲些回新加坡 一陣子見不到你了 做得好,怎麼又走? 不是不想見到我吧? 是嗎? 是有人想見到我嗎? 是你的 不要再出聲了,我都怪你 我… 我很久沒見你,蘇菲 你這麼想念我嗎? 多少年了? 我以為我這麼深、這麼小 都見不回你 你為什麼這麼生氣? 他也不是人 老人家也搞的 想不到你今天又見到你 你看你,你的身上還沒什麼 你知不知道我是這樣的時候 我一直都很懷念 我們一起開心的感覺 你那股氣還在嗎? 看什麼? 沒事 那個女人今天也會來嗎? 她今天最後一天做義工了 是 善姑娘 你們今天來的? 是呀,只是拿些巧克力給老人家 你有沒有見過Sophie? 有沒有她在? 剛才文明是跟裙巴在一起的 我找他們沒走,我再去吧 謝謝 好,搞定 怎麼會做呢? 告訴你是否知道 當時你在辱髒 咬了一口很大口 我能照顧你 被你整皮都扯回來了 不行,我要咬回來 你們又做什麼? 不要, 走去哪裡? 我們還沒聊完? 葉宋天, 你在幹什麼? Sophie, 幹什麼? 我不要 我幹什麼?關你什麼事? 你別亂來我 我和我老朋友罪舊而已 什麼亂來? 不行 不… 你不要教我媽媽 她是你媽媽 女兒, 你可能到了大陸 不, 因為她有可能是我兒子 我有可能是你爸爸 我倆妹, 別這麼說 不是 我和你媽媽有什麼關係? 你自己問她吧, 她最清楚 剛才說什麼意思? 你和她有什麼關係? 你爸爸以前是做裝修的 有一段時間她沒事做 我以為她會炒散 直到那次 她帶桑天去我做之客 跟野種妹去玩 我才知道 她跟著一個這樣的老大 還做一些不見得光的事 泡酒來, 去吧 你爸爸, 去吧 她雖然第一次見到我 就已經動手動腳, 瘋了 我拿著上來, 就找手撥她 老婆, 吃飯 誰知道她懷恨在心 她把你爸爸洗開 帶你去愛門了幾天 然後就跑到你家裡搞我 我反抗, 馬上打我 還打個八分鐘 之後, 你還強姦了我 那幾天, 她禁錮我, 侵犯我 到現在是這樣, 我有賣毒的人 現在你大哥, 打我毒針強姦了我 你是不是打算什麼都不做? 對不起, 是我壞懶賭 我欠下去有很多錢 老婆, 你就當被鬼賊 而且她剛剛搞完你妹妹 再這麼快回來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 你是為了錢要老婆給人搞? 你是不是男人? 老婆, 你別這樣 我要離婚了 老婆, 你別這樣 做完事就帶我夠錢還給她 老婆 老婆, 我對你老婆真是死心 我打算促進行李, 找好地方 之後回來接你 誰知道那天, 那壞蛋又衝上來 這麼巧 我都忍不住了, 但你咬了她的膽子 我真的很害怕 我什麼都沒想, 我就衝了出去 我怕我回頭, 我永遠都走不掉 所以無論當時你爸爸怎樣求我 我都不肯留在她身邊 就是這樣我就留下了你 之後我回鄉下 沒多久我收到一個消息 說你爸爸死了 他壞人又被人抓起來 所以我馬上回鄉樓找你 但是你已經去了孤兒園 我有想過, 我接你回來一起生活 我準備了這份氣養童書 但院長跟我說有人想收養你 我替你解釋一下 如果那個時候我的毒癮又沒被撕掉 也沒有能力養你 所以我決定簽不棄養書 後來我遇到一個好男人 他是做社工 是他幫我解釋了鋪毒的人 後來我們結婚去了新加坡處 一切穩定下來 我又想過接你回來的 我自己從新加坡回來 我找到了你, 知道你學校開運動會 我就去找你 想問你想不想跟我走 爸爸, 你很聰明 你這麼聰明, 今晚就吃Pizza好不好 好啊, 我喜歡吃沙律 可以吃很多… 但是見你和養父養 無故過得這麼幸福 我不想打擾你的生活 所以我就當沒來過 原來中間發生了這麼多事 我知道我很自私 我不應該扔下你一個 當日我說我沒有後悔 是因為我聽到你說你爸爸是個好人 我不想破壞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 我今天來不是想你怨恨我 我只想跟你說一句對不起 我只想哭著自己家這麼多年 辛苦你了 不要哭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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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來了? 我拿點東西走了 夠不夠錢? 還是不用擔心 來, 空回來吃飯了 行了 你好 這麼大的盒子是什麼? Vivor哥說要捧波波當歌手 幫他拍一張音樂錄音 你就要一隻舊公仔來做提示 我就在家裡拿了幾隻給你慢慢選 你不是不喜歡我純Vivor哥的意義嗎? 你說得對, 他是老闆 還有一隻大寶寶 你這隻公仔的胸口針挺漂亮的 對, 我在家裡收拾的 我看他跟公仔很合適 我就扣上去 不過東西就很足夠了 不然你說要, 我也不會拿出來 你好 那你呢?你看到什麼? 我看之前網上蒸集 三十年前金行大健網的資料 反而很熱烈, 很多人報料 對, 網上爆發了 有什麼資料嗎? 還在看 我還在看, 不過有個外國遊客 發了一條影片 他說當時是在現場 但是趕著搭飛機 沒有把這條影片給警察 按進去看看 真的好像親身在熱場一樣 看來拍戲 對, 連伏哥葉少天也挺帥 不, 我的意思是 一人一袋總共五百三十萬 當時來說, 也真的很厲害 不過呢? 我看過資料就知道 還有一袋賊樁 到現在還沒能賺回 所有失市的現金和珠寶 有五百三十萬 其中現金和這批金色珠寶 還沒能賺回 今次的電話 會不會刺激 我們下午後 我們下午後 有任何端 五百四十萬 我們下午後 都下午後 我們下午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